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绝不做忏悔者 你到底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应对你该怎么转行 这么硬 很多肌肉 女汉子 所以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遇见的男生没有能hold住我的 孤独女汉子只为寻找职场归宿 买菜是我 厨娘是我 洗碗是我 所有东西都是我 除了外卖不是我 真的是好用心 我写的底线是四千加 我觉得你这得六千 六千以上才行 我觉得 谢谢叶总 你懵了吧 就怕着急的时候 就会有口吃 这是天生的吗 不是 是我学来的 年少轻狂猪回头 基础做起再出发 大部分都是出体力的 我肯吃苦 我肯学 到底是兴趣不在这儿 还是你觉得能力 你不够自信呢 自己学的也不是那么好 职场的本质是一种交换 拿你什么的技能 去换固执运力提供的 什么前程 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出类 请坐吧 飞女莫属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事不上火 飞女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飞女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音频成功的选手将获得 由国本精华油和国本美白 白骨精礼合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 太阳镜大理之时 报名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邮箱 飞女莫属的全屏 2010h126.com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位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当时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我从小就在牧区长大的 朋友比较多 每个假期都会去 他们的老家去看看 大的地方还没有去过 希望以后有机会吧 能出来的话 出来看看世界挺好的 塔纳女24岁 内蒙古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 本科 新闻学行政管理专业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内蒙古西林郭乐盟 大草原的蒙古族女孩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 新闻系和行政管理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想寻求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 谢谢 你好 老师 谢谢 海达是给尊敬的人的 我觉得您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刚才你说的是蒙古族的语言吗 对 蒙古语言 向大家打招呼说 大家晚上好 你教我们再说两句吧 好 第一句我爱你 我们请这个我们这里语言天赋最好的黄基鸣先学一下 来 来 说的真不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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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语都特别长 我们一说到蒙古族都会想到草原 对 蒙古包 对 骑马 对 放羊放牛 漂亮的女生 你家是住在草原上吗 对 而且很自由自在 那你们在草原上生活 你们的收入来源于什么呢 放牧 放羊 对对对 因为到草原的话是 春天的话是那个羊绒 然后冬天的话 到秋天的话是那个卖羊肉 你放羊吗 我会 我会拿那个少佐 如果是长辈们的话 他们会那个什么 长调 这上面写的还要唱歌是吧 我想清唱 唱什么 下一个环节 蒙语的 你先唱一首我听一下 我现在唱一会就没得唱了 就待会不唱嘛 不要 你现在唱是一样的 现在唱更加分的 真的吗 对啊你唱嘛 唱什么歌 叫远方的姑娘 我想对那个 对谁 利浩阳 利总 他对你唱新歌 很感谢 首先非常感谢 谢谢 放开他 激妇 对 来你就对着他唱 但我们都是空气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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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都醉了 谢谢 她竟然一直看着我 让我们知道一下什么意思 亲爱的远方的姑娘 不要忘记我们 我们的曾经 让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吧 刚刚丽浩阳说 她骨头都酥了 是这意思吗 你第一次害羞啊 你第一次害羞啊 对啊 她唱的时候 关键她一直看着我 我一直是不敢看她 这样你这样 你也不要这个光听别人唱 你也对着她唱一首情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来 其实以前看节目的时候 一直觉得丽总是特别严厉 特别恐怖的 我其实害怕丽总 但是今天互动下来 我觉得她还是 挺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的情也真 你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也不去当歌词了 对不起 你们现在知道 李昊阳的短处了吗 接着 我觉得丽总 把我带跑掉了 明明是你的唱歌速度快 把她带走了 那是我的错吗 你要 你要 哇塞 这个 你要这么问的话 我还不知道 陈总 这是你的错吗 是我们的错 从她上场 包括她的歌声 包括她说话的声音 可以说 在场的众多的男boss 包括我在内 应该来讲 一种名相惜语的感觉 由而而生 你学的是新闻学对吧 对 那有没有学过 新闻的采访和写作 有学 写过通稿吗 写过稿吗 新闻稿 有写过稿 那你就以 以稿件的方式来说一下 你们刚才的这段互动 对 你也可以谈谈你自己的心理 就你唱的时候 你的心理和你对我的感觉 按新闻报道的方式 写一个短的新闻稿 行 能帮我开个头吗 我帮你开头 那那行 那不行 那不等于是我再回答 就是啊 你自己写 四年的本科啊 新闻学本科啊 不是 我学的是盟语 我再梳理一下汉语怎么说 因为我大学是读到盟语的 我梳理一下 嗯 今天晚上在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厉豪阳总裁 和一位来自内蒙古 示范大学的盟学生 一起合唱了一首 为了鼓励这个 来自内蒙古大学的女生 使这个女生在这个舞台 能够更加放松地释放自己 谢谢 来啦 就没有了 挺好的 两句两三句 这个其实有点像小学 刚学继续闻的时候 那个平复之序的那种说法 对 陈浩其实是羡慕嫉妒恨了 没有没有 我真的真的 不然他刚才这段没有显示出你的专业啊 对 这个塔纳我说两句 你的亲和力好大家都能看得到 但是呢职场上光靠亲和力 这个还是有点小问题 专业还是要抓一抓 好的 好吗 谢谢 职业化的程度的角度来说 因为你也不是应届毕业生 有过两年的工作经验 而且是老师 所以我觉得可能 这个表达上的职业化的 就是不是那种 嗲嗲的一个小女生出来 而是说更加的职业一点的这个角度 对 你要求的心情最低不低于多少 五千家 第一项岗位是什么 行政助理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哪都行 但是我希望以后的输出方向 是内蒙古进 还是希望回去 对 来 第一选择去货流 哇 全流 天生我有才 你应聘的这个岗位是行政助理 那你是否了解一个行政助理的岗 应该具备哪样的能力 和具体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行政助理 这个岗位就相当于 一个管家 我想要的是助理的岗位 所以我希望我是一个小管家 然后我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 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旅游 然后我们一起租了一辆大巴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 那个 那天下雨回不来了当天 然后大巴刺激说 要涨钱 涨三四百块钱 我就找那个大哥说 大哥我们都是学生 也不是太富裕 然后第二是 我们现在是在校的学生 所以你要是这次能给我们便宜点的话 我下次带我们班或者是别的班 别的朋友们来的时候 我还找你 对 这展现了你什么行政能力呢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我比较好 因为还能给我的朋友们 省下一些钱 就你愿意做销售吗 就是基层的销售的这个岗位 我觉得其实蛮 我可以考虑 对 蛮适合你 你刚才的这个展示 你刚才的这个展示哈 并没有说明你有这个行政方面的能力 但是呢能说明你的沟通技巧是存在的 虽然你没有经验 但是你可以跟大家去谈 去沟通 这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问你愿不愿考虑销售 是愿意考虑的是吧 还有一个问 就你的这个简历当中写到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每周都有休息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不太理解 是不是你太希望朝九晚五 不希望很苦地干活 不是不是 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太紧张的话 更干不动活 所以我想要有一两天的时间可以休息 让我自己充充电 这样谈呢 我给你画一个路径 就首先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吧 就说有些人问你各种问题 有的问题可能不是你现在这个水平能做得了的 没关系 因为你应聘的是一个行政助理 而不是一个行政经理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一个的嘛 我觉得呢 你其实你不要考虑做销售 因为我觉得你的个性上 你是亲和力 大于影响力的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做销售是不太适合的 第三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做行政助理的话 你选择的企业就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这个企业经营的好 你才能 才能学到东西 好 谢谢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我观察下来 销售什么不太合适 做行政还行 但是做行政呢 今天整场的气质 其实有点小公主 行政其实也有一部分工作 是需要上传下达 维持公司秩序 然后传达公司的一些 相应的这规章制度 我就想出一个考题给你 假设你的 你们公司 你是一个行政助理 力总是你们公司的总监 他早上天天迟到 公司要求九点上班 而他每天都是十点多才来 这个时候 你怎么来跟他说 力总 最近公司 总是通告您 来得比较晚 那我业绩都完成了呀 但是这样有损公司的形象呀 我累呀 晚上睡得晚啊 那样的话您得为我们 成为带动的榜样呀 那你回来后跟我老板说 我以后晚上就不加班了啊 你回答不了很正常 因为其实我挺质疑你 大学行政管理的学习 你知道行政大概 就是你的专业课 大概分哪些内容啊 你的行政管理的专业课 大概分哪些内容 你毕竟有两年工作经验了 你觉得哪些可以 应用到你的工作里 对不起老师 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自己的专业 确实是不够扎实 毕业以后 自己也没有太多地去 翻阅以前的这些书籍 所以今天表现 确实是太差了 我跟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认为你适合销售 他们认为你不适合销售 刚才那个王总说了一句话 很经典 就是说你是那个 亲和力大于影响力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其实尤其在我们这个公司 这种高级别的销售 就是可能是面对 几百万的投资的客户 要说服他 你绝对不能用影响力的 因为我们这里边的人 你再有能力 你的销售 你的经验经历 是比不上那些 你要销售的人 这些老板的 所以呢 亲和力 反而是非常好的 一种销售武器 嗨的感觉 对吧 给人一种非常真诚的 又简单的 单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 来我们这里去做一种 比较高端的 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拓展 所以你说 在这个舞台上 有真正的公平吗 其实也没什么 真正的公平 这个女生 其实上来 什么问题都没回答的好 没有一个问题 回答的及格的 但你就不烦她 你看这个现场 如果 如果她的工资要求 是八九千 我立刻就会往下拍 但其实她 她要的是一个 她今天即使应聘 五千元的基础 底薪的工作 她也是不合格的 对 但是就没有人烦她 你发现没有 亲和力非常好 人生就是不公平 我已经提出 明切的质疑了 但是还没等她回答 都有人抢答 是 你也提出了质疑 但你质疑的声音 也没那么犀利 你以往你可不是这风格 因为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的亲和力 确实能给他 带来一个平缓的气氛 所以说 一个人的教养 得多重要 一个人的教养好 即便是专业能力 差一点 他不招人烦 亲和力好 大家伙也会对他 网开一面 来 第二轮选择 屈活流 来 听一下 他们最近的示威 我给你岗位是我们的招生加盟专员 那信仰医美APP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你想要的行政助理 建格友谊就给你提供 简约APP的行政助理 我这边给你提供三个职位 一个是医学教育的销售职位 就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增长空间会比较好 朋友印象这边 我可以给你提供两个岗位 一个是那个市场的这个拓展的专员 还有一个就是行政助理 跟着我们一个 现在是人力总监 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甚至能学到一些人事的东西 我觉得对你的发展也挺好 那我能给你提供的是两个offer 第一个是营运的助理 第二个是行政的助理 我给你的是我们素质教育 优胜派的行政助理 唱八卖送给坦纳准备的职务是 市场部实习生 波士团新成员严秋普 唱八卖送联合创始人 唱八卖送是唱八线下官方实体店 是互联网PTV娱乐第一品牌 目前拥有签约店面近百家 五年内计划开设一千家连锁店 遍布国内各个城市 唱八与唱八卖送 是国内娱乐行业 首家完善O2O的典范 股方红堂的岗位是天猫旗舰店 股方红堂天猫旗舰店的客服专员 爱笑的女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 今天好多的牛灯就是因为你爱笑 所以我给你留一个岗位 就是我们的新增助理 我给你的位置呢 是我们北京区总裁的助理 在我们这工作两年以后 我们会把你派到我们内蒙的分院去工作 好 谢谢 在剩下来的十盏灯当中 灭掉八盏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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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转 谢谢 有请叶子龙 丽浩阳 谈钱 不酸感情 请揭晓 五千加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想问一下 我以后能在内蒙方面近一点吗 我们在内蒙其实有很多的学校 几乎是我不敢说每个城市吧 反正除了包头 霍格浩特 什么 我不知道西林郭勒是吗 然后还有阿拉扇盟我们都有学校 对 所以我们还是有 但是开头我觉得不可能马上过去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历练 对 还有问题吗 您能再加点吗 是这样谈的 我为什么要他加一点 他不加呢 因为我更喜欢他呀 因为你更喜欢他 所以你对他仁慈一点 不用加 所以你老一点要你加 这什么逻辑这是 那他要加多少才能买来你的喜欢呢 对啊 要喜欢一个人不是无价的吗 我就去那企业就可以了呀 那为什么还要他加钱呢 我只是看他的一个态度 态度 这个态度要花多少钱 回答得好 这个回答太经典了 多少钱都无所谓 多少钱都无所谓 就要看你的态度 我的天哪 这是在考核你啊 坦大 我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五千加呢 因为是你报的是这个数嘛 嗯 但是我就给了你五千加 嗯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岗位啊 就是这个 我们总裁助理的岗位呢 每个月差不多都拿到 大概八九千到上万的样子 那个坦大 我特别奇怪啊 不管他们俩有多善良 我想问你 你让他们加钱 你用什么来交换呢 我会更努力的 好吧 15秒钟时间 美尔木眼科 朋友印象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朋友印象 去吧 朋友印象的李老板也说过 我今后如果做销售的话 以后的发展空间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希望像他说的一样 两年之后我可以 拥有更高的工资 拥有更好的生活 找工作上感激网 感谢感激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感激客户端 让你更快找到好工作 欢迎通过感激网 报名参加本节目 找工作上感激网 让你更快找到好工作 要旅游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版元现金券 现在转行呢 有点浪费 我已经学了7年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 卓卓研究生不仅仅是专业技能 更多的是我 一个学习和历练的过程 包括我的责任性 我的数据分析 管理 这些能力都有所提升 我转行不可惜 居传学25岁山东人 中国石油大学 地质学专业 顺序教育老师 人资源专家 12位老板 大家好 论求职 天金卫 非你莫属来相会 形象好 气质佳 地质小伙把您夸 图金嘴 12强 英界硕士求帮忙 有刃劲 血气方 鸟随乱缝 盼希望 我呢 我叫俱传学 来自于山东辽城 即将毕业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质学专业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管理 或助理或管理类的岗位 希望得到老板们的赏识 工作地点呢 希望在北京 谢谢大家 你放弃考博 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 我在参加完校园招聘之后 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 我就参加了博士考试 我就想 能不能通过考博缓解一下 但是我参加完 中国地质大学博士考试 有一门是差两分没有考上 我就现在继续进行一个应聘 还考吗 不打算考了 我想可能搞学术不适合我 创过业吗 有过一小段创业经历 说来听听 我在本科期间 我发现周围一些旧书店 可能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发现 有一个市场空缺 就是同学们可能 不太倾向于购买新书 然后周围书呢 比较杂乱 资源比较稀少 所以我就打算 在下一年我就打算做这个 二手书的市场 然后为了打开这个市场 我首先做了一个规划 做了一个调研 然后先是分专业 然后因为我本身 在本科期间单日班长 并且在学生会有所认职 所以我去找一些院级代理 然后去告诉他们 我这个想法 然后我打算以你 你作为我的代理 我去开展我的业务 陈雪你能用一句话 简单地清楚地 把你做的这是一个什么事 跟我们讲出来吗 因为我刚才没听明白 就是你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显得有些无聊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描述事情最好眼简易改 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抱歉 好吗 然后现在回答他的话 三言两语把这事说清楚 我想用两句话 就是五花八门 包揽二手书籍 寒风瑟瑟赚取第一桶金 就是我包揽了 所有的二手书籍去卖 他是跑到那个 别人回收的废品书当中 去挑一些有用的弄出来 然后再拿去卖 对对对 这点子谁想的 是我自己想的 你挣了多少钱 总共是挣了一万 挣了一万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差不多五个多页的时间 有别人也干同样的事吗 也有 也有人 但是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 为什么比你小 为什么你做的好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觉得我把书 第一我系统分类 第二 我的采购链比较广 我的书的资源比较多 你做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 你觉得你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当时已经达到了 你今天的求持一项 第一项是 是那个偏市场 市场类的助理类 市场助理类 对 第二项呢 管理 管理类的 管理类 为什么管理放在第二类了 因为我想 我因为读了三年硕士 读了三年硕士 我整天与一些数据打交道 管理类是我 不是特别擅长 你要求薪金不低于多少 薪金在北京的话 我想是不低于六千 其他的地方 其他暂时不考虑 现在怎么求职的人都这么 陷得这么死 要么就天津 要么就北京 其他一概不考虑 为什么 是这样 因为我本硕一直在青岛 上面青岛 我觉得我应该来这种 那你别的地方也可以考虑 上海啊深圳啊 这些地方你也可以考虑 为什么就一定要陷在北京呢 可能作为北方人 我觉得北方更适合我 家人也期望我在北京 那个在这里我讲个数据吧 其实北上广深是 确实是所有应届毕业生 排的前几位的异项城市 然后其次是省会城市 但是实际上一线城市 近几个月的就业竞争力的 这个增长实际上是最低的 只有8%的增长需求 而实际上它是三四线 三四线城市的增长率 是相对较高的 而且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薪酬 来招来人才 首先一点呢 我觉得你也得做点功课 如果一定要转行 你首先要弄清一件东西 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 而且转得越小越好 就是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它不能说是跟你的昨日完全告别 比如说你假设学了数据分析能力 那么你可以做一些销售分析的工作 好 好 谢谢你 来 第一轮选择续合流 好 来 天生我有猜 这个是在我本科和硕士期间的一个荣誉 马上放下一页 我是一名地质类的理工男 然后我可以说是听朴树的那首歌 我觉得是最有感触的 我曾经穿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在每一年从大一一直到我现在延三 我每一年都会出去野外实习 我是一个能吃苦耐劳 艰苦补素 不具危险永攀高峰的人 麻烦下一页 你们说话跟汇报似 第三个 我在我的科研团队 现在我的硕士团队 我在跟着导师做过三项科研项目 然后管理了我们唯一一个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我在里面负责一些 这些所有仪器 总共八台仪器 我所有仪器的维护科研教学等任务 硕士三年期间申请两项专利 等一下 你一个表达能力这么朴素的人 为什么喜欢说相声呢 其实你讲PP 确实讲得挺让人想睡觉的 他说我勇攀高峰 艰苦努力勇往直前 他是捧人 他是斗根 你是斗根捧吗 挺想说 也斗一个 斗一个 你跟叶子龙也相声爱好者 你们俩能来一段 是不是你能好一点 老叶来一段 快点快点 老叶来 谢谢上台 我们来给你取个题目 就叫老叶加那口子 来吧 这题目够难的 嗯 这个图老师给出了个题目 要咱俩说个相声 太紧张了 我来斗是吗 你来斗吧 我来斗吧 哎呀 今天要跟很荣幸要跟叶总 说一段相声 这个相声呢有四门功课 叶总你知道吗 我们叫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 哦 那跟我们不一样啊 听说叶总您家最近来北京玩 啊 是 在北京有没有吃过吃 我经常来北京玩 因为我住这儿 都去哪玩了 去 一般的都在手术室里玩 我得离你远点啊 你这个手术刀不轻啊 对 比那关公那个小点 叶总您来这儿是 来北京有没有吃过一些好吃的东西 那口子 那口子的主题 别忘了 你这是采访啊 别着急主题要出来 那口子 你带您的全家有没有吃过 吃 什么都吃 肠子心肝肺 腰大腰夹杂碎 是吗 您家人能受不了吗 那没事 平时我可以带您 带您的爱人去吃的好吃的呀 你就不用吃了 您能放心吗 放心 他50多了 我有一些给您让人推荐的菜 你想听一听吗 来 你来吧 你来个灌口 我请您吃 蒸羊羔 蒸熊掌蒸鹿 烧滑鸭 烧厨鸥鸡烧子鹅 卤猪肉鸭 酱价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十锦醋盘 薰鸡白肚 清蒸八宝猪 姜米让鸭子 罐野鸡罐鸡 乳食酱乳子鹅 山鸡兔 菜脉鸡鸡鸡 鸭鸭鸭鸭 灰鸭鸭鸡 青白鸭鸡黄杏 豆沙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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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过有些选手 他是因为自己 在学校里学的专业 非常的执着 非常坚持他的梦想 那是什么理由 让你的求职意向 和你的专业一点关系 都没有呢 我想考博 现在对我来说 没有考上 稍微算是一个打击 第二点呢 我在实验室三年 我前行在实验室 一直做的 就是和数据打交道 反而呢 刚才老板们也说 我稍微一点死板 可能没有幽默感 主要是因为 这三年 我没有和外人去接触过 我想跳出这种环境 我想更多的与人去打交道 如果时光倒流七年 你读地质学的本科吗 我会选择地质行业 那么你是读四年结束 还是继续读研究生 我应该会读四年就结束 接着去做管理和策划的工作是吗 对 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很这个分裂的事情吗 对 是这样 我在 到底是因为你太紧张 所以逻辑出了问题 还是因为你平时就这样 今天稍微的紧张 如果你不能回答某个问题 不要怕话茬断了 就忙着往下接 你刚才很多逻辑回答是有问题的 一方面又说自己选错了这个职业 然后一方面又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干 你能冷静一点吗 好 来我们听下专家的意见 来王洪浩 我送你一个话 就是咱们呢 宁可做殉道者 但绝不做忏悔者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人生只有一次 很多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三年以后 是怎么样的 是 那么我们现在在谈三年前 其实很多东西 也只不过是一个推论而已 对吧 对 但是呢有一点呢小区 你有一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你回答很多问题 你没有抓到点上 一个东西本身它五分钟 你四分钟才进入主题 你这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大家好 谁有兴趣 现在是一个注意力经济 谁有时间 把那么多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我有一个建议 我是作为石油行业IT公司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 你个人首先要给自己做好定位 你是要做研究 还是要做实际应用 然后你做好定位之后 你是考博 还是进入公司工作 然后定好位之后呢 你再给所有老板介绍你自己的时候 你要能给别人吸引眼球的机会 OK 来 我觉得转行其实没有对错 像在座的老板 我相信大多数都是 不是从事他大学里面所学的专业 但是我们想知道 你到底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应对你该怎么转行 比如说你想转到哪个领域 有了解没有 有没有做准备 有没有重新再去学习 这个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我有所在学习 就是 哪方面呢 做什么样的学习 包括助理类或者管理类 我都有所 哪个领域 刚王刚的问题是哪一个领域 哪个行业 服务行业 互联网行业 社交行业 教育行业 哪个领域 互联网行业 其实他是考博差了两分 没有 然后才开始决定求职的 是这样吧 对 是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就是从小到大别人给你贴的标签 有没有乖宝宝 或者是品学兼优这样的词 有过 我觉得一直是你是非常乖的 对 就是上了 可能出于一个自己的模糊的兴趣 选了一个本科的那个地质学 然后就一直学得很好 然后就考了研 然后也学得不错 老师也喜欢 教授也觉得不错 然后就想考博 对 然后就因为这两分 你现在想重新发现自己 其实我觉得是支持的 那宝宝 我问问你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选互联网 我觉得以后 互联网行业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前程 那哪个行业是不好的行业 你能告诉我 相对来说 哪些行业不用贵 我们相对来说 因为就业现在心里排第一的 实际上是金融 也并不是互联网 那我还说教育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你选不选 互联网 互联网行业 宝宝你不会 我们不要再谈一些假设性问题了 传学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更喜欢这种 经营类的这样的工作呢 还是更喜欢 就偏重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偏向于那个前者 前者 经营类的 愿意有挑战 对吧 但是传学 我再次强调 互联网只是工具 没有哪个现代型的企业 跟互联网是不相关的 所以你再说 你的方向是互联网 那你就跟没有方向是一样的 第二轮选择去互联网 还有六站 要听下他们推进的十位 我给你两个岗位 一个是偏销售的我们的市场部 第二个岗位是偏行政管理的 我们的客服部 因为你喜欢的是和互联网相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是 古方红堂旗舰店 就是天猫旗舰店的运营的岗位 探路者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一个 专门做全球旅行业务的 叫意犹天下的管理培训生 主要是做我们运营类的主管副总的助理 全学给你的是我们集团加盟连锁 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输出方向是数据分析类 那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呢 是连锁开发部的连锁开发专员 我们现在有个岗位叫 早餐联盟专员 好 还有六盏灯 考虑一下灭四流二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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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梁静真浩 弹钳不上感情 麻烦问一下 这是我的底薪 好 首先你的底薪是五千 那给你的职位 刚才已经讲了 是连锁开发部的 那如果你成功地签约了一家商场的店 或者你成功地开拓了一家加盟店铺的话 我们是有奖励的 我们的奖励是在五千以上 单店 我不说这个岗位 其他的内容 就是之前我们一个总经理助理 在两个月之前 刚刚的调整到一个部门做总监 那他的工资呢 刚刚入职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但是调整到这个做总监之后呢 应该说工资已经翻翻了 而且时间是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你希望做互联网 实际上你应该是做 希望做传统企业 互联网转型的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岗位 应该非常适合你 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我们连锁开发部的总监会直接带你 我还要补充一个 给一个福利 五千是底薪 但是因为我们做旅游的 每年你会都有一到两次 这个全球目的地 免费考察旅游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一个特殊的待遇 我还有一个待遇 给我们提供助数 15秒 二人锅 贪禄者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贪禄者 我最终选择的是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我想在一些人旁边能够快速的成长 至于现在直接去做销售去做加盟 可能暂时没有准备好 找工作上感激网 感谢感激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感激客户端 让你更快找到好工作 欢迎通过感激网 报名参加本节目 找工作上感激网 让你更快找到好工作 要旅游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应把人现金券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一点 敬若处子 动脑脱兔 这么说女孩子 我的执行力太强了 没有很成熟的时候 想去实践她 太迫不及待了 对于我的童年小伙伴来说 我有个想法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想想而已 就想把它低成本地实践出来 王盈盈 女22岁 安徽人 安徽财经大学 投资学专业 稍微boss 途老师 HR专家老师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王盈盈 22岁 本科即将毕业于 安徽财经大学 投资学专业 大学期间 我曾经举办过千人次的校园讲座 做过销售 干过BD 创业当过厨娘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寻求一份活动策划 执行 助理类或销售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杜老师 比较紧张 因为我之前那个当过厨娘 颠勺嘛 然后所以我手臂上全部都是肌肉 您按一下 这么硬 她的手真的很硬很多肌肉 女汉子女汉子 所以现在还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遇见的男生 没有能hold得住我的 在床子有能hold得住你的吗 我特别喜欢那个优胜教育的陈浩陈总 我也觉得我hold得住你 是吗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hold得住你呢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特别强势 但是我又觉得我需要那种 女孩的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 那你觉得女人到底应不应该小鸟依人呢 我觉得女人在工作的时候要就是霸气侧陋一点 女汉子女强人 在生活中要小鸟依人一点 女汉子王盈盈 你刚才说颠勺是做厨娘 对 那你做菜不错了 是我创业的经历 就是大四的时候做过五个月的餐饮创业 然后现在店已经转掉了 做的怎么样 月平均的净收益是八千块钱左右 送外卖是吗 唐食和外卖都做 然后唐食是维持店里的 就是房租水店这样的开支 你开的店 我开的 有多大 20平 所以房租只有三百块钱 有几个人呢 我一个人然后雇了两个送外卖的同学 一天最多送多少单 一天最多送四十单 四十单一个月 净营力八千 八千对 那可以吗 对 但是我买菜是我 厨娘是我 洗碗是我 所有东西都是我 除了外卖不是我 然后做线上自媒体也是我 因为我店是用 就是互联网 就是当时想的是互联网概念的嘛 互联网推广也是我 还干过什么 还干过销售 销售是我自己家了 就是因为我父亲开了一个那个空调专卖店嘛 然后在我父亲店里帮忙过 就是销售空调 成绩怎么样 我独立完成的单大概 平均一个月大概是五台左右 就是独立完成的 那你的销售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导购类型式的 对 还做过什么 就是社团的负责人 因为今天我求的是活动策划执行类的 当学生社团负责人的时候 我有组织策划过那个 校园的千人的校园讲座 来跟我说说 这是当时的那个现场 讲座的现场 因为现在讲座大家都知道 学生的时候每个校都有讲座 而且基本上一个学期都好几千场 对吧 大家愿意去听吗 不愿意是吧 对 然后当时我也想着 就是讲座很枯燥 大家不愿意听 所以我要想一个噱头 就让大家有这个欲望去听这个讲座 而且这个讲座当时是关于简历的 因为我们学校在安徽就比较偏远一点 所以很少有种民企过来 就给我们做宣讲什么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对接了上海的一个公司 然后让他们的讲师过来给我们培训 下一张谢谢 这是我当时策划的一个框架 第一个是需求 就是说到我们学校就是这个 这个方面需求比较大 但是供应比较少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 先是对接了上海的那个 关于职场的一个公司 让他们提供那个培训讲师 第二个是联系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 跟他们说我们学校的学生有这个需求 然后让他们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因为办活动也需要资金的嘛 然后第二个是考察比较确定规模 因为我觉得 因为一般的我们学校的活动 大概只有三百人 就是两百人或者五十人的那种讲座 我觉得既然我要办 我就要办大一点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下定决心了 当时建了一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报告厅嘛 八百八十八人做的 你解释一下你的饥饿营销 饥饿营销当时就是 其实我们学校讲座是没有门票的 就是大家 就是宣传 发发QQ 然后让大家去听这样的 然后我当时想着 这样的话 就是学生还是导入还是不够的 所以而且那个场地比较大嘛 所以我当时想就跟老师申请了 做了那个一千张的门票 当时我就发了个宣传就是说 转发这条书说 并且爱的三个好友 以及我的那个QQ账号 就可以那个抢 抢门票 第一天晚上的时候 有三百个人同时私信我 我都忙不过来 因为后台的时候 也是我在操作的 我都忙不过来了 然后第一天晚上 就发掉三千张 然后就是用了五天的时间 把一千张门票 全部接了营销出去了 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有气息人 对 说话特别快 眉飞色舞 同时还有体力 那你这个对自己的 将来的职业规划 是什么呢 我将来的职业规划 是五年的时间 做到一个行业的管理 或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你今天来应聘 第一岗位是什么 第一岗位是活动策划 第二岗位 第二岗位是助理类 要求薪金不低于多少 底薪 我写的底薪是四千家 我很少往上说薪酬 我觉得你开低了你薪酬 那你觉得应该多少 你们能往上调一下 我觉得你这六千 六千以上才行 谢谢叶总 你懵了吧 其实当时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 价值得到老总的认同 我非常非常的认可 当时我心目中认为 他就至少是六千家 我们会根据能力匹配 来给岗位 其实你的能力还没有展现 你别上当 他们可能是一个计谋 能力在哪里 我们有什么计谋 说话算话 我觉得他的经历 有个创业经历 对吧 然后有社会实践经历 表达能力也比较好 而且他有兴趣 他又能描述清楚自己的性格 他有气势 这个最很重要 反正咱俩喜欢 对吧 对 来 给我们一赛 谢谢 他们说涨到六千 你涨吗 我觉得我的能力就是 我的能力大概在五千块钱左右吧 这样的 情商还不错 非常好 情商还蛮高 五千左右 有 不错不错不错 来 第一轮选择取核零 今天生我有台 继续解读BBT 好的 这个是我的创业 就那个二十平的小餐馆 这个设计 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上面的明信片 还有那个一些门票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 下一页 谢谢 然后当时其实我创业的时候 其实我也挺纠结 因为当时我没钱呀首先 第一个然后就想选纸 我当时想的是 因为跟我们学校附近有个商圈 但它房租特别贵 一个月都得五千块钱左右 我就选了一个新开发的商圈 因为我之前 我后来想着自己要做外卖嘛 要营销嘛 因为我的点是营销 所以我想选纸的时候 就是房租比较低 才三百块钱一个月 我能负担得起 即使我赚不了钱的话 第二个消费群体设置 因为我是利用我自己的微信号 进行订餐的话 跟那个第三方向什么 就是外卖平台 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我就把我的定价 把我的消费群体订在中高端 因为我的客单价是在二十块钱左右 然后第三个是餐点定价 定价组合 其实我的那个餐只有十五块钱一份 但是我为什么客单价是二十呢 因为我有一个 因为我们江南 我们是安徽人嘛 吃饭有个习惯 吃主食的时候要喝点小汤 然后当时就做了一个鸡汤 然后当时的那个鸡汤 我定价是七块 如果跟主食在一起点的话 就是二十块钱一个套餐 所以我的客单价比较高一点 就是不是十五块钱 然后第三个唐食的话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的客单价比较高嘛 所以我不想做那个就是外卖平台 因为外卖平台我没有优势呀 我点单率肯定很低 而且没有互动 所以我就利用 就自己做微信 然后进行就是外卖的点单 然后还在朋友圈跟 跟那个消费 就是我的学生 学生消费者产生互动 就包括我的食材比较安全呀 第二个是我平时的生活呀 第三个我早上又去买菜了 而且今天早上好冷啊这样的 大家就比较心疼我 第四个是营销推广 然后因为我之前是 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些什么 考研的培训机构 那些老师他们也会 他们那个微信上 经常会有培训 就是考研的培训嘛 所以他们的微信上好友比较多 所以我就去找那个老师 我说我这上面微信 都是大二的学生呀 他们马上要考研了对吧 准备考研了 所以肯定要报什么班呀 我说我们俩资源互换一下 你给我推送一下 我给你推送一下 就这样我把我的文案写好 然后让他给我朋友圈发一下 然后这边就结束了没有了 好 谢谢 他有一点点小强势 但是这种强势 其实在职场是非常棒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 强势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性格 我觉得非常的好 盈盈你为什么选择做明明的店 为什么选择 是喜欢餐饮 还是就是好奇 还是觉得可以赚钱 其实首先是我比较喜欢吃 就每个吃货都有做餐饮的执念 就跟每个小女孩 都想开一个咖啡馆一样 有个大大的落地窗户 那种遐想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确实餐饮是以后未来的 就是未来的蓝海行业吧 就是大家怎么 中国人怎么都不会不吃的 那你怎么理解说餐饮 它只是简简单单提供一餐饭 还是说它是要服务大众的一个服务行业 你怎么理解餐饮这两个字的 餐饮首先是温饱 首先是温饱 第二个是 就是像您的餐厅是那种情怀的 就是有情怀 然后第三个是互动 真会说话 你研究过吗 是 你研究过这个两种餐厅 我今天才知道今天您来对吧 然后今天就网上看了一下 确实的 真有含饭 真的是好用心 从你的专业来讲 我要问你一个职场话题 因为你学投资学的 从投资回报率来讲 你现在最大的资本是你的时间 就是青春 但是你已经创业证明了 你可以在非全职的情况下 获得八千元的收入 而你现在就业的话 你可能只有五千元左右的收入 也可能有六七千吧 对吧 那你试想一个全职创业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挣到更多的钱 而且现在不缺辅导机构 对吧 有自媒体的辅导 有创业辅导 各种孵化器 对不对 甚至还有人给你钱 对吧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时间 投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呢 好 谢谢陈总 说一下这个投资回报率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不是兼职的创业 就是因为我说过全天 除了外面不是我送 全部都是我干 就是基本上一天 24个小时 我得花18个小时以上 这样的时间 其实我并没有 就是回报率很大 这个8千块钱来说 其实你好像非常乐于做一个初娘 而且刚才你的PPT里面 谈到你创业这段经历 感觉你也讲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优势 在你未来求职的这个方向上 多多少少利用你这个爱好和优势呢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 还是蛮有创造力的工作 就是如果你做一个初娘 去研究菜市的话 比你去做一个 其他普通的一些工作的话 好像更适合你 人家也不想一辈子颠勺嘛 对 你看 你看我的肌肉 再颠就颠成施瓦心格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很真实 所以她适合做一些 这个开拓性的工作 因为她感染力强 有想法 有充劲 如果是做销售类 或者是执行类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总而言之 这是个很有前置的女生 而且她要求的心情并不高 5千左右 甚至她开始说的是4千 各位看着什么样的职位适合她 什么样的岗位给吧 如果要保留灯 十二盏灯全留 准备一千块钱的大红包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我愿意消了韩总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灭灯了 一万两千块钱呢 你为什么舍不得这一千块 我们没有活动策划港 没别的原因 老师 我说过销售也可以的 我们也没有销售港 老师 我那个衣箱里面还有助理 行了 他舍不得一千块 你打理他干嘛 他连理个发都不愿意掏钱 你看看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进的十位 我们给你的是活动策划 一个销售 这都可以选个 我给你的是这个 活动策划方面的管培生 我还给你写两句话 我说叫 口若悬河能落地 这就是写给你做餐饮创业的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比很多普通的大学生都要好 第二句叫 不卑不抗自媒体 我觉得今天你把自己销售得非常好 除了有一位BOSS灭灯之外 其实我们很意外 我们都认为今天 灭灯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优秀 理解 但是我们其实一千块钱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发给你了 非常具备整场暴灯的潜质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做策划运 所以我把你放在我们公司的品牌中心 做活动策划 在我们的医学教育里边 其实你可以做销售岗 同时你可以未来自己去创业 做一个加盟学校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叫 互联网营销部门的主管 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我的课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呢 是我们探盟工厂的这个营销策划 超华卖锁为你提供两个offer 第一个是市场部的活动策划管培生 第二个呢是营销部的营销策划 我想我能提供的岗位是做我的助理 谢谢您 杨总 我给你的职位是我们市场部的助理 我给你两个岗位你自己选啊 一个是呢做我们北京区的总裁的助理 他会亲自带你 那是一个女老板 第二个呢是作为我们新媒体运营的总监的助理 谢谢叶总 随盏灯灭掉酒盏留下两盏 去吧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特别喜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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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 非常美 你的那个格调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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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欢你的那个格调 谢谢 谢谢 很美 乔妈我非常喜欢 还有那个PTV感情很大 他们觉得我非常喜欢你 有请叶子龙陈昊 谈钱不算感情 两个岗位 六千家和八千家 这边是六千家 来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下陈总 就是未来在就是 大概有回安徽的机会吗 有啊 我知道您在 三个月之内你就可以回去 因为我们 安徽分公司成立半年 确实缺这样的岗 但是其实 我为什么要你当管培生啊 我没直接给你管理岗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 可以做管理了 我是觉得你确实需要学习 所以我还是希望 留在身边待一阵 但如果你强烈想去 我没有意见 好的 安徽我们暂时还没有 在安徽做分院的打算 暂时还没有 但未来可能会有 现在就在北京 好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 优胜 你真的很急啊 虽然急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坏事 但可能会因为急出错呀 出问题呀 对要改的 优胜 没耳目 我的选择是优胜 我还没说完 我说完了吗 我说还有些些再见呢 好 你是真急呀 接下来 优胜 梅耳目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对吧 谢谢你 他有那个加盟事业的 就是可以加盟的那种 如果以后我要考虑创业的话 可以选择他的那个 加盟的那个事业 天洁门市光包手机用天天圈 费尼梦手圈子专属体验全新升级 为您解决职场大问题 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 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俱例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宁可天下人负我 也休让我负天下人 我都会以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个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做人他都是第一的 当你把人做好后 你做事情 才有可能会成功 杨福龙男28岁黑龙江人 吉林通话师范学院计算机专业 在今天正是面试开始前 我要向大家道歉 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口吃 我觉得今天可能会在 在这个整个面试过程中 给大家带来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所以说我要道歉 对不起 我今天的求知意想是执行类的基础岗 谢谢 你好 从一上场 独特地介绍自己的特点 我发现有明显的一点就是不自信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街外的嘛 所以说我希望有这种开场白 能够让我自己缓和一下 不必太紧张 你有口吃 对 没有听出你说话有口吃啊 我说话着急的时候 或者说想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口吃 这是天生的吗 不是 是我学来的 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觉得学口吃很好玩 并不知道它会在我现在的生活中 带来这么多的困扰 现在不要说学的觉得它好玩 避免 我想改成 避免这种语言障碍 好好说话 对于那些真正有口吃的人 我们要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 和理解的态度 耐心地去听 好不好 好的 28岁 对 我看你这个以往的经历特别复杂 对 你给我说三段经历 第一个粉碎工 第二个动画师 第三个加油员 先说第一个 你为什么会做粉碎工 什么叫粉碎工 在我毕业之后 因为就学校分配 到威海那边去实习 在它那边有一个新的药厂 就在那里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就是把一些每天的 就是一些不要的瓶子 扔进那个粉碎机里面 有大照片的那种 后来你又怎么去做动画师呢 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然后我又喜欢学画画 然后我觉得做动漫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在哈尔滨找了一个学校 就去学了 你今天带了作品来没有 没有 你不是动画师 你为什么不带作品来 因为那个做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没有要聘这个岗位 所以说我就没有来 加油员又是怎么回事 加油员是我在动漫公司 就是没有那么太好的情 没有那么太好的情况下 然后我通过我的同学 然后在哈尔滨找了一份工作 做加油员 也就是说其实你做的工作 全是基础性的工作 对 是吧 大部分都是出体力的 到这来找什么工作 就是说我想做一份基础岗 基础岗 对 因为我肯吃苦我肯学 只要给我发展空间 什么基础岗呢 运营类的吧 因为我觉得我做销售会很差 为什么呢 因为 交流的问题 对 而且我 说话很慢 对 再有就是说我的应变能力很差 应变能力很差 有特别想去的企业吗 我想去健康友谊 你对健康友谊了解吗 没有 那为什么要去健康友谊 就是我特别喜欢做那种帮助人的事情 但其实我对这个小杨的定位 还是没搞清楚 因为比如说 我倒特别想给你一个 我们有一个动画设计师的岗位 确实在招聘 这个动画师 今儿你没带作品来 没想应聘这个岗位 对 就是但是类似的岗位 有没有考虑 对啊 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做你的动画师呢 我也想知道一下 在我学完动画之后吧 我感觉他每天工作就是K镜头 而且就是说 感觉生活挺枯燥的 就是每天要七早晚上还要加班 所以你觉得很单调是吧 对 但是你没有想到去 往其他的方面再去发展一下 是有机会的 我有想到 因为好多动画师 都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的 就像你现在先要找一个 最基础的资讯岗位一样的嘛 对 而且小杨 你这里的特长爱好总共有 一二三四 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 都是美术和三维 所以这个觉得有点奇怪 你有学过 而且你的兴趣也是 但是你找工作 又绝对不找这个 到底是兴趣不在这儿 还是你觉得能力有所欠缺 是你不够自信呢 自己学的也不是那么好 这样 富龙 职场的本质是一种交换 是一种对等交换 就是你拿你什么的技能 去换 雇主给你提供的什么前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看啊 小杨你不断地换工作 为啥呢 因为你觉得前一份工作是一个苦难 但你换了以后呢 你发现另一个工作 它更是一份苦难 那么如果假装这个状态下去的话 你这个是没解的 所以说呢 这个小杨 你不管 不管你下一步干什么 踏踏实实地学点手艺 好了 谢谢 你要求薪金多少 最低的部分 第四千 所有的基础类岗位都可以吗 都可以 来 第一轮环节 去火流 请选择 天生我有才 谢谢 附龙 附龙 我问一下 你对自己的定义啊 我看你说老老实实做人 所以呢 我把你定义成一个老实人 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 那你觉得老实人这事儿是优点还是缺点 呃 优点缺点都有 缺点在哪儿 缺点在于就是说 呃 可能是 他不会积极主主动去争取一些 他本应该有的东西 不只是这样 我觉得呢 有一句话评价你特别对 就是你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勤奋 掩盖战术上的懒惰 就你的工作呢 一直是在基础执行岗 一直在循环循环 你为什么不想往高一点走呢 呃 呃 其实对于我的呃 职业梦想就是说 我能够希望跟到一个老板 一直在这家企业里面成长下去 我觉得我不就是说 我不是那种特别有魄力的人 当然 但是我觉得我 我是个足够细心的人 刚才跟你谈战术战略 我猜想你可能都不太清楚 什么是战术战略 没关系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有人做水侯工 有人做这个积极操作工 干了一辈子 一样受人尊重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是呢 老实人 有可能会吃亏 但是呢 你只要相信 时代在进步 长期来看 老实人他就不吃亏 坚持下去 王老师 所以你觉得他没有职业规划是好事 是对的吗 呃 对不起能不能让我说完 我认同啊 您请假 每个人的职业规划呢 的定义是不同的 你一样要有你的职业规划 我建议呢 你的职业规划的话 就不要太高大上 就目前而言 你只能做执行列治的岗位 而且呢 你要耐得住寂寞 受得了委屈 长期的坚持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呢 就是做体力活 做执行活 他不丢人 一样我们可以有自信 好吧 好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实际上这位 其实一直在打这个人品牌 但是人品好 我想说的是 好人品不等于好能力 好能力更不等 也不等于好业绩 职场的残酷就是在于 老板们特别现实 他付出了成本 他需要拿到业绩的 所以这个求职的这个场上 我们更要表现的应该是 你要求职的这个岗位 或者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里面的 那个梦想的岗位的匹配的素质也好 你所做过的业绩也好 这个可能更重要 而不是一直在打什么感动牌 或者是人品牌 我觉得小兰说的 非常符合人力资源的这个实际意识 因为企业为了防止人力资源风险 都是希望员工可以成长的 未来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 或更高的层面 为企业付出的 不可能说只是因为你老实 而招聘你 但是如果在一个企业当中 如果有一个基层的岗位 一直需要有人去做 他也愿意在这个岗位上把它做好 并没有太多的诉求 这样的员工不也是难得的吗 其实是怎么说呢 对于我的职业规划 我也想了很长时间 是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在家 我在我家那边 我接触不到更多能够新鲜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有一天我看到了《非你莫属》 我觉得这里面有我想 就是说我奋斗的方向 而且我也想往上去成长 那你工作这几年都学过一些什么 看过什么书籍 这个都没有 所以其实你的诚恳是把双刃剑 真的勤勤恳恳是应该现在每一个职场人士的基本素养 而不应该成为你求职的唯一敲门砖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持续付出也没有关系 别人的眼睛都是血量都会看到的 这是一个非常踏实 朴实 肯干 执着 正能量的一个孩子 总感觉他对每一个朋友 同事以及顾客 一定是那种非常真诚的感受 就真的会打动我 我觉得各位老板 你们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企业当中 到底有没有适合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岗位 如果没有的话 把对他的问题提升到一个他本来就没有设想的高度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大家的失败 所以如果现在你的企业里面就有这个岗位 我们到这个环节了 我们好好地问他问题 如果没有岗位的话 不要给他扣帽子 不要给他放台阶好吗 我坦率地来说 我觉得杨弗龙今天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所展示的 除了人品和勤恳之外 确实对于技能一无所长 很明显现在他就是只能做基础类的工作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七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我们在深圳有一个产品经理助理就集行方面的工作 我愿意给你的呢是欣养这边的一个行政专员的一个岗位 那江哥也给你提供了两个岗位 一个是我们简约APP的运营助理 负责跟用户的这沟通内容整理 第二岗位呢是我们马上要推出的这个新的一款APP叫建搜搜 里面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运动直播和视频 包括达人的维护工作也是叫运营助理 那么我能给你提供的这个offer呢是我们营运餐厅的助理的工作 那我觉得你的气质和你的自身所带的这种性格 其实非常适合做服务行业的 那服务行业既需要这种很潮的很新鲜的这个互联网的思维 同时也需要非常踏实的肯干的认认真真的这种一线的这个管理人员 我给你提供两个岗位啊 一个是我们探路者这个叫旅行体验中心里面呢 基于我们那个装备销售的一个这个算是店员吧 还有一个岗位呢是我们的行政助理 昌巴曼孙为你提供的职务是全国16个省的任何一家直营店面一线运营的储备干部 那么古方红堂在山东是有一个分装的工厂 我提供的岗位是这个分装工厂的和生产相关的协调运输物流 它特别需要一个用心工作的人 来 在剩下来的七盏灯当中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 去吧 你好 谁也不好意思 这又不是 谁也不好意思 去吧 杨复龙 我倒数十个数 10 9 8 7 谁也不好意思 6 男老板 我不想 5 4 3 2 1 不好意思 有请李雨昕颜秋朴弹前扶上感情 来 先说一下为什么把梁青给灭了 对 因为我给你提供的这个餐厅的管理组其实有很大的晋升机会 而且我们是非常新潮的这种互联网的思维方法 既他时又新潮 而且我们的店长都是股东店长 那你将来不仅仅是能够晋升 还可以有股权 有分红 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灭了我 因为我就是我怕把健康友谊和您一起留 一起留下的时候 我没办法再选了 我们俩留下的时候没法再选了 对 那我们俩现在你已经选择了他 没有选择我 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可是个坦诚的人 其实没有意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看健康友谊的老板 感觉特别的清爽 就是我不懂清爽明白 李总的言及更高一点 你很不清爽 很不清爽 来 稍等一下 你用个丝 我刚才在闲的时候问了他一下 我说你谈过几段恋爱 你猜他谈过几段 没有 三段 三段 这三段当中 李雨昕向哪一段 向你其中的三个吗 向 向哪一个 第三个 向第三个 从外帽上 就是从外帽上 李雨昕你没选了 前面两个有没有像那个梁静的 有 也有 也是第三个 你不是说他像第三个吗 怎么他又像第三个呢 你有两个第三个 没有 因为他俩就长得都很好看 你很不简单 我以后肯定会不简单的 你以后肯定不简单 你想怎么不简单 起码我会让我所认知的那个公司的老板认为我不简单 这就足够了 让你让我们感觉你深不可测 是吗 其实这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到现在吧 很干净 就是说给人感觉就是说 我和人交往都是很坦诚的那种 行了不用说了 来 请揭晓 三千加四千加 有问题可以问的两位老板 健康友谊这边我的一个发展空间 首先你是从部门隶属是属于运营部门的 那晋升空间就是往运营 运营港 运营主管 运营总监这个晋升通道里走 你的晋升通道是这样的 当成为正式的干部之后 会成为储备的领班 正式的领班 储备的店长 正式的店长 如果我们再谈下一步的话 你可能会成为区域的总监 但是那个可能比较远了 我们先在一个单店之内 考虑一下自己的计划好吗 好的好的 15秒钟时间请考虑一下 谢谢 唱八卖颂和健康友谊 或者是谢谢赛妾 你的健康友谊 我今天能够站到 费民乐属的这个舞台上 并且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她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默默的支持我 帮助我鼓鼓勵我 在这里我也说说妈妈我爱你 菲尼莫属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菲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大 国本精华由特约播出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大 国本精华由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 将获得由国本精华由 和国本美白白骨精力和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报名菲尼莫属 传递收获正能量 天经